再來講特殊攝影的部分 特殊攝影的部分,我們講的就是說 剛剛有看到那個是小手臂 我跟殷老師現在在研發一些隨身型的小手臂 隨身攝帶,輕便好用 拿出來比較奇怪 在裝的時候大家把你當怪物 不知道你在幹嘛,另外一個人都跑來問說 你這是做什麼的? 給他解釋了一下說,原來如此 在裝的時候大概被人家當白癡的距離是蠻高的 裝完之後人家才能夠 那天我們兩個人在那邊裝 一堆人在看,在那邊偷拍 很好奇,你們腳架怎麼生的一種樣子 我說那是天線 那剛剛看到那個手臂 我們有分電動的 還有那個叫做 我們來看一下電動的 看一下電動的 這個手臂是用那個 這是手動手臂 那拍出來的畫面你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畫面好特別喔 它怎麼會跟人的運行方式不太一樣 好,這是很 好,手臂很 這個手臂很短 這個手臂就大概就是 剛剛那樣子大概一米多 好,它可以撐到大概兩米多 那手臂的特殊性在於就是 它有沒有跨越感 好,還有一種跨越感 那這隻是我自己做的 是可以破水平的手臂 那它可以做up down 很攀斜攀 各個角度的動作 你會感覺就是說 機器在動的畫面呢 用機器在動去運鏡的畫面 會比較不一樣 有那個特殊感 感覺就稍微有一點值錢 你用腳在那邊搖來搖去 就覺得比較便宜 那鏡頭要 既然要拍得好 就是要人家不好拍出來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則 最主要的一個原則 那大家看喔 他們現在組裝那個手臂 基本上就是說 它是已經是 我們公司最小號的手臂了 大號的手臂 單單那個槓鈴 加上我們大隻的手臂 槓鈴要幾公斤 對 搭配什麼機器不一定的重量 大概最重大概多少 槓鈴的部分 那看你手臂的長度 以加22C之後 最重 最重大概要配到 八九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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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大型的電動手臂 一出去就是兩三個人 那意思是 找到這種小型的齁 它輕便好用之外呢 還是要一兩個人啊 因為我那天 跟你老師上去拍戲 你搬到快要暴斃了 都是有的沒的重量 這個東西裝上去齁 如果說是拍景 用這個東西的話 它來做縮時非常的好 用牽引馬達 從下到上 整個動作 用一個小時把它完成 由左到右 用一個小時把它完成 就產生動態縮時 好的效果 這個是手臂的效果 這是特殊攝影裡頭的手臂 有四種規格